现在的游戏画面越来越好 但是怎么都玩不进去了呢 上视频和各位分享过 是关于自身方面的原因 那这次换个角度 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第一次买FC游戏机的经历 那让我们回到30年前 1990年 那个时候北京在举办押运会 押运会的那个标志 不知道你们还是否记得 我认为很漂亮 特别是那个长城有立体感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 但是画了很多次都画不像 当时我住在天津的某个小县城 上小学四五年级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游戏机 有一天快过年了吧 我爸为了鼓励我 说期末考试如果考多少多少分 就给我买一台游戏机 听到这个 其实我根本没兴奋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游戏机是啥东西 同学家里也没有 也没听他们说过 后来放寒假了 我爸还是挺手信用的 开着车带着我们去天津市里 好像是圈业厂吧 或者同级别的商场 那一层都是卖电子设备的 那个时候卖东西的叫售货源 是位中年妇女 国产的游戏机都在200左右 还有一个叫圣天牌的 400亿 其实这些都是任天堂FC红白机的山寨版 当时我是不懂 我爸也不懂 我爸还问售货源 有没有索尼的游戏机 我家那时候先后两台电视都是索尼的 那时候叫原装进口 那个时候比较新 日本进口的 双卡的录音机也是索尼的 所以我爸就认为索尼的夹点是最好的 但是电源说没有索尼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索尼的第一台游戏机 PlayStation是1994年末才发布的 我家老爷子提这问题早了四年 游戏机选了个圣天的 花了400亿 现在想想觉得没必要 不如买个便宜的国产的 省下的那点钱再买两盘卡带 或者光枪之类的 但那时候不懂 选卡带的时候也有点懵 因为完全是小白 什么老四强八强 双节龙 魂斗罗这种3A的大作 当时的3A大作 都不知道 虽然收割员阿姨也介绍了这些游戏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些名字太陌生了 我只是觉得64合1 肯定比4合1多应该好玩 最后我选择了76合1 那里面虽然都是一些小游戏 可是一个重复的都没有 花了230块钱 买了这两样东西 虽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安装 游戏也不知道怎么玩 但是我仍然很兴奋 中午吃的是狗狗里包子 但是什么味道已经记不得了 心思完全没在吃上 全在游戏机上 顺便插个题外话 我在2003年 第一次买PSR的时候 当时也是很兴奋的 我老婆现在还记得 说那天下了班 买完游戏机 吃的是肯德基 那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种食品的 但是肯德基的汉堡都吃不香了 抱着游戏机的盒子坐着公交车 一路是说个不停啊 听得他耳朵都快拢了 现在想想啊 这种兴奋的时刻越来越少了 今年我在买PS5的时候 好像还有一点 买NS的时候也有一点 还有就是买响卡的时候也有点 不过呢 现在这种兴奋持续性很短 尝试了几个游戏之后 这个兴奋就没了 就跟那啥一样 但当时可不一样啊 我还记得买完盛天游戏机 下午回到家 激动不已 76个游戏 采用的是双层菜单设计 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菜单 而且都是英文的 连个说明书都没有 我估计就算有说明书 上面写着菜单 我也一定会把这个菜单理解成为菜谱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菜单这个概念 游戏机安装还算简单 但是游戏卡带的菜单 只能靠自己研究 游戏也得自己研究 稀里糊涂的就进了游戏 什么弹珠台 南极大冒险 地计划 现在想想 当时的游戏画面不怎么好 但是音乐和音效还是挺带劲的 后来同学们都知道了 我家买了游戏机 每到周末 来我家同学络绎不绝 当时比较火的游戏 是那个超级马里奥兄弟2 非常经典的采蘑菇游戏 不知道哪位同学 他教我怎么顶出 那个隐藏的家人模 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的同学 教我还可以跳关 也不知道他们都是从哪学来的 这个游戏设计 我觉得挺精妙的 你可以循规蹈矩的 一关一关的玩 还可以不走寻常路 还允许走捷径 这排76合1 我玩了很多年 所有游戏的玩法 我几乎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比如棒球 高尔夫 黑白棋 电梯 空手道 摔角 还有几个忍者游戏 超市空要塞 火凤凰 变形战机 大力水手 粉红猪小弟 鬼太郎 星巴达 还有那个头脑战剑 等等等等 唯独那个三个光枪游戏 没法玩 后来一直没有配光枪 为什么呢 我爸是怕 你把光枪会把电视打坏了 还有几个麻将游戏也没玩 到现在我也不会打麻将 更何况是那种 日本的打麻将 更是不懂 后来几年又买了几盘卡带 像什么魂斗罗 人间兵器 九日结霸 忍者生归 热血运动会 等等吧 这些游戏都是通关了数次 那个时候的快乐 很单纯 游戏界的竞争 也不是很激烈 玩来玩去 全是那几款大作 各位看到的背景视频 就是我自己玩的 自己录制的 来自于那盘76合一 上次分享的那个视频 现在的游戏玩不进去 不如以前的好玩 播放和点赞评论都不错 这次换个角度 再做一集 其实我的童年 有很多关于游戏的美好回忆 就算是有一些出丑的 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 如果大家感兴趣 后面再做视频 和大家分享 不为别的 图一乐 其实做这种怀旧视频 坐着也舒服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